- 紫禮 - 紫禮 - 紫禮 -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歡迎回到G5岩漿的世界 說起來你可能不會相信 但是我們又要回到農耕時代了 上一次我們進入了重工業化時代 這邊開始熔焰金屬 這邊我做一把合金爐呢 跟熔爐就是做兩個 這樣就可以燒兩種金屬 然後兩個混在一起然後直接 混合之後呢再傳到這裡 押成錠或是其他的材料 這樣子還是比較方便 不然管線要一直拆 很麻煩 所以我們這樣會比較方便 這個模組就是沒有介面很麻煩 然後要放這個指針才看得到 它裡面的容量之類的 或是它的能量 那接下來任務呢要回到這邊開始種樹 這邊是佐拉的樹苗 這個是什麼樹呢 這邊要把樹苗拿去轉化 變成這個白色樹苗 然後來種樹啊 這邊又要灑骨粉了 我來看一下這骨粉 灑下去有了 喔好快 白色的樹 長這樣子 把它砍掉 OK 哇好多 這好像羽毛 它的葉子是羽毛的樣子耶 可是為什麼是白色的 任務完成之後送了更多的樹苗 再來就是要做成鋼 這鋼怎麼來的呢 要有一個深的佐拉鋼錠 然後拿去爆炸 鐵錠鑑魚圈的樹葉 完成之後要放到爆炸爐來炸一下 我們這邊做16份 那我們的碳粉也要16個 那這一個炸下去 能量每一個要 360 我們要做16個等於5000多 那我們用能量粉 能量粉一個就抵1400了 我們大概放4個吧 好我們這樣能量應該夠 放4個粉 然後再4個殺 這樣子能量應該足夠爆炸 爆爆 喔有了 有了 哇怎麼只有4個 這個炸出來怎麼只有四分之一而已啊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能量放太少了 這邊只炸出了4個 那得到一個 這個是 好像是裝備台耶 可以做佐拉鋼的裝備 所以這個可以合 喔附魔耶 喔他用羽毛附魔 用他的葉子附魔嗎 欸好像只有他的裝備才可以 不過這邊看起來能附魔的 也只有這個劍跟槍吧 好像其他也不適合附魔 那接下來要回到這邊 這邊來做一個核心 這個嘛要 螢光石 那我們要有粉 螢光石的粉 螢光石怎麼來的呢 看一下要轉換吧 OK 黃金去轉換 不過我這邊找到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把這個光呢 拿去砸 砸碎變成銀石粉 這個光可以用這個補光的機器來做 這個只要 這個白色石頭 螢光石加一個碎片就可以了 先來做這個補光的機器 這個之後應該還會用到 所以乾脆直接做這個 這個只要放著就好了 這個 隨便放 放這邊 那過一陣子這邊就會吸收到光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捕捉下來 過一小陣子之後呢 這邊已經收集到光芒了 這個只要再打掉 然後它會掉一個光 沒有錯 然後再放出來 對它這個有點小麻煩 不能直接收成 要把它拆掉 那這個光芒呢 再拿去砸 變成 噔噔 欸 跑去哪了 我的銀石粉呢 欸等一下剛剛那個一砸 直接不見欸 我的銀石粉呢 被砸去哪裡了 消失了 啊對了這邊之前這個 飛天的李子啊 其實我有試過在上面 蓋天花板把它擋住 但是有一個問題 給大家看一下 我這邊等它成熟之後 它飛起來有沒有 碰到障礙物會直接消失 它只要碰到就會損壞 所以沒辦法這樣收集 我也試過上面直接接漏斗 但是碰到漏斗直接損壞 它直接不見 所以也沒辦法這樣收集 你看喔這樣 咚不見了 消失了冒煙就消失了 然後還裝個重力想要吸過來 但是也吸不過來 所以這個只能人工採收 你就是要站在這邊等 就只能在這邊等 不然它就直接飛到不見 所以呢也沒辦法擋 小麻煩 那這個光芒我再來砸一次看看 啊為什麼會不見呢 我砸 欸 真的不見了欸 欸 可是說明上說 可以得到銀石粉的啊騙人 好吧 這邊還是只能用溫暖核心加金磚了 這樣子的變成螢光石 我再敲掉好了 喔有了成功了 然後再把它拆了 這個粉 哇果然比較少 我們必須要有那個絲綢之處欸 那這個也是一個核心 這個核心又可以變化成別的素材 那下一個素材是用鑽石磚去轉化 變成金屬鑽石 那一樣放上鑽石磚 那這個轉化可以一次轉化兩個 多一點 一次轉化多一點 這樣比較快 那收集到金屬鑽石之後呢 欸 這個還要先關掉 收集到金屬鑽石之後 終於可以來做靈魂鋼了 來看一下 更多的光 更多鑽石 這個 靈魂鋼 該怎麼做呢 這要有一個生的靈魂錠 然後 金屬加上 靈魂塵 這個靈魂塵 好像要用 這個 啊靈魂砂 那靈魂砂又怎麼來的 靈魂砂 欸 這個要三階做不到 這個嘛 用這個 沙子去轉換 得到靈魂砂之後呢 再把它壓成粉 OK 終於有粉了 這樣就可以合成 生的靈魂鋼錠了 這個還要再拿去燒 這樣靈魂鋼就完成啦 它的合成方式其實也蠻麻煩的 欸 送我一個靈魂斧頭欸 再來就是要做計算機了 終於 計算機的材料 哇 好像好像都是新的東西 呃 這個是什麼 我們這個石頭 剛剛有做過 這個很簡單 加一個按鈕就可以了 再來這個是 月光石 應該也是用 嗯 石頭去轉換 好這個也簡單 這個呢是螢幕 螢幕也是 月光石 好這個材料其實OK 這個呢 這個是平滑的瑪瑪 瑪瑪應該也是 這個 瑪瑪燒過 喔也是這個去轉換 OK簡單 準備好材料之後呢 這邊一個一個來完成吧 點下去 再來是這個 有 材料都準備好了 很方便 再來還需要兩個方形的電路板 這樣就完成了計算機 完成 然後好像還有電 這邊要花電了 要能量 那完成 終於來到這一步了 先看一下完成之後送我什麼 經驗值 不太需要啊 那有了這個計算機之後呢 可以把各種材料做混搭 加加減減 它這個好像有超多種的方式耶 那還有加強版的計算機嗎 有加減乘除的 這個是除法 除法耶 除法都出現了 那哇 這個是超級混合 有加減乘除 四折運算全部都在裡面了 這感覺是煉金術了吧 不過這個好像還要吃電耶 我們好像沒有發電機 那這邊有能量 只有這個 餘鏡的能量 這邊現在試一下 這個餘鏡到底能不能變成電力 我們這邊把它連結起來 然後 開啟 喔有耶 傳進去了 有電 有有有耶 有在增加 一個光就代表 1K 1K的能量 有耶 餘鏡能量 還蠻快的 然後把計算機放進去 就能充電了 那然後接下來要做這個 石頭的分隔器 這個也要耗電 然後我們需要兩個電池 這個是什麼 加強的鐵錠 這個要用計算機 那鐵錠加這個強化的石頭 普通的鵝卵石加木材 就可以得到四個了 那這石頭分離器也是要吃電 那這個電 有辦法傳 放在旁邊沒辦法直接傳耶 還是可以放電嗎 欸這裡可以放 這邊有加 加就是充電 那我要用電池 用計算機 我現在是用計算機充當電池耶 好 這邊可以把金屬把它磨成分離 它可以把金屬分離更多 而且這都是強化過的金屬耶 這個變出來的東西不太一樣 青青石磚也可以 喔東西都不太一樣 這個還會多了木棒 它連木材都可以把它分離 欸不對啊 你不是石頭分離器嗎 那怎麼連樹葉跟木材都可以分離啊 那接下來要做這個科學計算機 也就是有儲法的 一樣材料其實差不多 然後會用到這個黃金 這個我們剛剛就是分離出來的黃金錠 再一個螢幕 好這些材料都一樣 好的完成之後呢 這邊就可以開始做儲法 又有更多的素材做變換了 那接下來任務呢 這邊有一個 澱粉的抽取器 這個似乎是一個能量機 然後可以產生電力 它說比這個魚鏡的機器還好 它可以用馬鈴薯或是小麥 這些澱粉類的來當作燃料 這個嘛要用這個什麼 能量的模板 電池再加上這個碳 這是一個進化過的碳 我們要用 豐富的碳再加豐富的黃金 這都是這個模組的東西耶 這個的話是煤炭加紅石 哇這個可以燒的東西 大概是三倍耶 煤炭這個1600 這個可以燒5000的東西 所以我們先來把紅石加上煤炭 欸等一下木炭不行喔 居然不通用 我這邊要拿到煤炭比較麻煩 這邊通常都會變成木炭 那這個我們要把炭粉拿去還原 才可以變成煤炭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來合成了 這個紅石再加煤炭 真的好挑剔喔 然後這個煤炭再除以特殊的黃金 就可以變成更高級的 這個炭量燃燒又變成兩倍了 另外這邊把青金石把它分離之後 得到一個小小的水晶 接下來我們需要這個電池 欸啊這個電池裡面的電 不就會消耗掉嗎 電池核心除以碳等於能量的模板 再除以這個水晶 就可以完成了 這個產電速度呢是1TK40 所以這個燃料我們要有馬鈴薯 欸真的耶馬鈴薯 這邊還需要一般的煤炭 那這個哇這個好慢喔 我們現在還沒產電耶 所以它是拿去燒澱粉 燒澱粉 抽取澱粉變成能量 這個還蠻... 欸 欸電會直接存到隔壁耶 這個就是發電機了 可以把電存到隔壁去 這個比較方便 這我可以拿起來嗎 不行 搬不起來 這個直接發電 我們先讓它存著好了 這我打掉電會流著嗎 會 好會流著 然後完成任務之後得到更多的 岩漿砂 這也是燃料 OK 那這樣就有電的來源了 那再來要做這個算法的分隔器 這個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功能 它可以把... 喔 又變成不同的東西耶 不同的水晶的感覺 這個分出來的東西 又轉化成不同的東西了 這是剛才的石頭分隔器的加強版 這邊要有一個進階電池 哇 進階電池 這個應該是紅石來的吧 紅石 鐵除以紅石 等於紅石錠 然後這個磚頭不是普通的磚頭耶 它是古老的磚頭 不知道是不是把紅磚一樣放在這個轉化器下 然後讓它變成古老的狀態 這邊試著把紅磚放來這邊 然後看一下會不會轉換 欸 有耶 好像變了 變了 這古老的磚 有 沒錯 這個用法也是一樣的 那...可是這個模組是這個農作物模組耶 特殊的農作物模組 這個...喔 這個原來就是農作物模組的東西喔 真神奇 特殊礦物 但是還是會有一個把它變古代化的 這邊現在完成這個進階電池 這樣子就完成了 這應該就是電量存比較多吧 那電池要做兩個 然後這個鑽石粉 拿去磨就好了 這個是鐵錠 四個強化鐵錠的磚 這邊把它圓框然後分隔出來了 OK 這樣材料差不多完成了 然後再把原本的這個石頭分割器 拿來強化一下 進階版的算法分隔器 有了 找到難做啊 這個材料很麻煩 喔 又要存電了 這個電其實容量很多耶 然後...其實消耗的這個小麥不多耶 這個還蠻省的 這個發電機還不錯 只是比較慢啊 這個完成之後呢 又是電池 接下來是原子計算機 這就是我們之後看到的 加減乘除的那一台吧 欸 不過這邊看起來還是只有加法耶 這個還沒到加減乘除的那一台 這個只是可以加兩個東西 然後這一台可以把這個發電機再來強化一下 紅石的抽取器 再來這個呢 螢光石的發電機 那這一台的材料 這些石頭都有 然後中間這個 主要...哇 中間這塊是什麼東西啊 這個是什麼...哇 好多層喔 這個是用青青石拿去轉換的 然後這個是黃金跟鐵 欸 其實蠻好做的耶 材料其實我們都有 然後我們會用到很多大量的這個石頭 這個好像電腦零件裡面的針腳 然後一個一個刺刺的感覺 那這個材料...收集起來有點麻煩 這邊現在合成比較小塊的 這個用量是八個 然後這個加黃金加鐵 OK 它一次有四個啦 還算好 那還有這個 這個完成 好 最後就是這一塊的核心 這樣子 有了 那最後整台再把它完成 有了 原子計算機 這個應該直接吃電 呃...欸 不用電耶 這個不用電喔 這麼好 那這個完成之後呢 上面還有一個指揮桿 這個好像什麼鐵塔的感覺喔 兩個能量模板 這個是火焰鑽石 火焰鑽石是...喔 鑽石加烈焰桿 欸 其實蠻好做的耶 後期好像變簡單了 這邊現在合成火鑽石 欸 這個不用時間耶 它是瞬間 這個真的是直接合成的 它是算一個合成台 不用吃電 這樣就完成了 它一次會產生五千的能量耶 好多喔 這個是...哇...喔 這麼高 這一格就佔了四格高 喔喔喔 被燒到了 欸 它突然開始倒數了 這個倒數結束是不是就是會產生能量 這個的話...可以升級成這個 我們就是要這個電器的鑽石啦 我們這邊先來看一下 這個倒數結束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5 4 3 2 1 倒數 5 等一下 它是通天的喔 這是電極發電嗎 欸 有電耶 它會充到五千 欸 不止五千耶 開始充電了 然後下一次充電是明天 喔 明天 等一下 等到明天喔 一天充電是20K 欸 這個明天怎麼那麼快 它又開始倒數了耶 那 反正它是自動充電的 它會用閃電來充電吧 所以好像蠻方便的 啊 這是一個避雷針是不是 有點像 任務完成之後 它送一個天氣戰 天氣戰 不知道有什麼用 應該可能是加速吧 接下來是這個電子鑽石 先來完成試試看 它越後期合成越方便耶 呃 喔 好快喔 這樣子 有了電器鑽石一次耗10K的電 那總之任務完成之後 它送我們一個火焰鑽石鎬 這鎬子好像有點強耶 這個電器鑽石也可以做出各種的工具 而且這個工具耐久1萬 而且攻擊力有點高 速度也好快喔 攻速太快了吧 這個鏟子 傷害也好高喔 然後這個是鋤頭 啊 這個劍 這個劍有14的傷害耶 而且攻速比鑽石劍還快 哇 好強的金屬啊 好的 那我們今天影片呢 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這個拿來挖礦有比較厲害嗎 喔 好快 欸 它太快了吧 這個鎬子有點不妙啊 速度比一般的鎬子快太多了 超強 欸 而且 它怎麼有絲綢支出的效果 我的鑽石 呃 我的黃金礦 挖掉還是黃金礦耶 火焰鑽石是閃電鑽石的弱化板 那 但是這個工具速度已經這麼快了 如果我們再升級成閃電鑽石 那不曉得有多可怕 而且這可以燒16萬TK 這個一個等於無限的燃料耶 這個一個燃料可以發 一輩子的電吧 看來這個計算機模組發展到後面 應該也是蠻OP的 我們現在是不缺電 然後工具超級強力 然後有非常好的金屬了 那接下來第三章 也快要告一個段落了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系列 別忘了按下你的喜歡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會囉 大家掰掰